在神异王座一开场时 就出现了七颗闪亮的星光 那你知道这七颗星光分别代表着什么吗 在人类即将被灭绝时 六大圣殿崛起 带领人类守住了最后的领土 其中最强的猎魔团 当属龙浩成创建的官知晨曦猎猎魔团 他们也是消灭魔族最重要的力量 而这七颗星光就是代表着猎魔团的七个人 其中最闪耀的那一颗 就是团长龙浩成 作为守护和承戒双修启士 龙浩成的天赋 成第二就没人敢成第一 他也是第一来可思后 出现了第二个光明之子 接着就是圣彩儿 作为刺客圣剑的轮回圣女 他和龙浩成可以说是绝配 在圣彩儿经历了轮回之间的力量后 他的内灵力也高达100 是团队中攻击力最强的 第三位就是成英儿 作为一位九阶召唤师 也是罕见的混沌体 在战斗中 他也可以在短时间内 召唤出强大的森林危机所用 第四位就是灵星 虽然灵星不会攻击魔法 但他在魔药和控制魔法方面 却有着很高的天赋 对整个队伍的修炼速度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五位就是司马仙 别看他身材高大像个壮汉 但背地里是个喜欢跳舞的关头 虽然他是个牧师 但却不会辅助治疗 反而攻击力很强 是一个很奇葩的队员了 最后两位就是王圆圆和韩宇 他们一位是不会防御的顿战士 一位是龙浩成的护虫骑士 相同点就是 两人的攻击力都很强 那么小伙伴们 你能说出多少对 这层系列魔堂的CP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吧